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萌 今天吃黄焖鸡 第一次吃黄焖鸡的时候是在南京的后宰门 五十四中对面 但是有点点太火了 而且很实惠 里面就只有鸡肉 青椒和香菇 没有土豆之类的配菜 走吧 先去买菜 我要鸡腿 多少钱钱 十块 那我再拿一个这个吧 拿个这个大的 你十块钱要吃过来吗 没回来阿姨都给优惠 走了啊 两块钱了 来 买菜了 我要两根吧 两块五 总共两块五 两块六十块钱 每次来都会磨鸣 哈哈 赶过了啊 好 OK 买齐了 我的黄焖鸡里没有土豆 回家做饭 好多年没吃黄焖鸡了 不过我印象中的黄焖鸡是没有土豆之类的配菜的 好吧 先把食材处理一下 先来点姜片 香菇也切成片 切红椒切成菱形片 然后把鸡腿斩成大小合适的块 黄焖鸡好像都是用砂锅来做的 我的砂锅个头没有那么合适的 现在就用这个普通铁锅来做了 但是要先炒个糖色 记住千称一定要小火 油热后转小火下入冰糖 糖浆小火慢炒至深腐破色就可以了 然后下入鸡肉快速翻匀上色 下入干辣椒香片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转大火烹入料酒翻炒约30秒 提香去腥 好 现在就可以放入香菇了 香菇是需要提前炒一下的 香菇炒出水后倒入没过所有食材的开水 大火煮沸 煮沸之后开始调味 少来一丢丢的盐 一点白糖提鲜 然后适量的白胡椒粉去腥和味 五香粉没有了可以用13香代替 再来点生抽 调完味转小火 盖上盖子焖煮20分钟 时间到 哇 就是这个味儿 煎红椒地下锅转大火 开始收浓汤汁 这道菜啊 汤汁微微的浓稠就可以了 不用说太干 留点汤汁拌饭 贼好吃 之前去店里吃的豪焖鸡啊 端上来都是那种咕嘟咕嘟咕嘟冒着泡的 看着特别爽 不过我们今天这个也不差 我先来尝尝看 嗯 有一点点的微辣 因为我买了今天这个青椒是辣的 米饭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道菜的灵魂吃法就是用那个汤汁泡米饭 哇 只要汤汁 不要肉 都能吃三碗饭 哇 有一点点的辣 我都已经出汗了 不过你看我这个吃相 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我的菜记得点赞关注 投币三零 我是Nemo 拜拜